8月3日上午,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宣布 T3航站楼的投运日期为2021年8月7日,标志着西藏最大的航站楼即将迎接投运 3日上午,记者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T3航站楼看到,多方工人正在为投运做最后的准备 据了解,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区改扩建工程于2017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 工程总投资39.07亿元人民币,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们这个楼呢,其实在建设当中是采用的一个beam技术,就是那个建筑信息模型 我们用这个技术呢,在前期找到了很多设计上的一些瑕疵,可能有一些碰撞检测啊什么的 这个也为咱们施工后期减少一些反工,还有节省一些时间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当然困难呢也是有,就是说咱们这个西藏,毕竟咱们海拔3600多米 人员在这降效,因为咱们缺氧嘛,可能这个体力啊 包括这个精力都没法跟在内地的一个状态相比 所以不光是人,咱们机械也存在一个降效的一个情况 1956年5月1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座机场当雄机场破土动工 由于航空业务需求量的不断加大,1966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建成投运 当雄机场完成了它的使命 直至今日,西藏自治区已有包括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在内的五个民用机场 一座座现代化空港屹立在雪域高原 蓄势待发的西藏航空业将在世界屋极腾飞 拉萨贡嘎机场T3航站楼建成投入使用以后 将会极大的提高整个拉萨贡嘎机场的综合保障能力 提升拉萨机场的服务质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航空出行的体验感 为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西藏自治区建立初期 民航被认为是西藏通往中国各地的空中金桥 航空运输是连接西藏和外界的唯一快速通道和高效运输方式 截至目前 西藏民航实现安全飞行56周年 空防安全56周年 创造了世界平均海拔高度最高 保障飞行难度最大的地区安全飞行时间最长的记录 成为世界民航高高原安全运行的典范